升上去是适合远方 降下来是家喻生活 这就是它带给您的极致生活体验 今天的出厂方式有点不一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这款车的二楼位置 平常就是观景小平台 白天在这里喝茶赏景和朋友小聚拍照也是不错的选择 两侧的挡板都是可以收回的 晚上的时候放下这里呢就是独立的小卧室 1米2乘以2米5 X型的电动升降机构在行驶过程中收回车高只有2米14 我们再来看一下驾驶室区域 采用的是2.0T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 9AT自动挡变速箱 驾驶起来呢和家用小车差不多 换挡呢也非常丝滑 配备多功能方向盘 倒置雷达倒置影像 电子手刹 驾驶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主副驾驶呢都可以进行180度旋转 和后方的座椅能够形成一个小型的会客厅 采用的是航空座椅 带通风按摩加热腿拖等功能 老板必备控制面板呢也在左手边调节更方便 搭配的是飞翔的专利升降折叠桌 一键就可以进行操作 仿大力实在材质 平时美观实用好打理 两种尺寸可以选择 人少的时候呢就用现在的尺寸 如果人多的情况下呢 桌板可以进行横向的拓展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1米2的大餐桌 一家人吃饭极乐融融 在外侧座椅的后方呢就是我们的吧台区了 虽然简单但是设施齐全 不锈钢的洗菜池搭配冷热水 可以调节的水龙头 平时洗水果都很方便 那旁边这个小的水龙头呢 则是本车的净水设备 这个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毕竟这款房车因为尺寸的原因 内部空间相对来说较小一些 如果还需要携带桶装水 占据一部分的储物空间 所以不要看这个水龙头体积小 但实际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出来的水呢可以直接引用 在下方呢为本车的储物空间 放置厨房用品 在洗菜池的上方呢 柴油水暖柴油柱暖 照明灯以及五孔插座都有配备 助暖和水暖也是采用的两台设备 工作效率更高 操作呢也都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长按三秒开机即可 旁边为96升的双开门的冰箱 容积很大 周末出行的时候 再多食材也都可以放得下 后方的卫生间下方呢 采用的是赛特福德的旋转马桶 可以旋转还可以进行测滑 这样无论是洗澡 还是上厕所都有宽敞的空间 如果说您平常用马桶的频率比较低 还可以换成便携式马桶 使用更加的灵活 不用的时候可以放在家里 旁边为吸塑成型的洗手盆 搭配两用的零花洒 使用起来呢更加的方便 旁边的储物格 甚至连放肥皂都给您准备好了 在这里洗澡呢 只需要旁边围上浴帘 也不用担心水会溅出去 出来卫生间旁边还有一张床 那它的作用就是为了 平时不升顶的时候 也可以有固定床进行休息 或者说有时候不方便升顶的情况下呢 那这张床也可以睡得下 一米乘以两米的尺寸 平时上班的时候还可以午休 头顶上方呢 就是12伏的抵制空调 使用的时候不需要打开逆变器 更加的节能省电 不仅如此 在床的下方呢 还隐藏了两张座椅 一备不时之需 假假日和家人出行 这两个座椅呢 可就派上用场了 均采用的是独立可以调节的座椅 外侧的座椅呢 还可以进行侧滑 这样即使冬天穿得厚 也不用感觉到拥挤 即使坐在第三排 空间也是足够的 那这款车的地板呢 采用的是原木色 简约大方 头顶灯的颜色 还可以进行调节 各种颜色随意调节 就在我手中的遥控器里 这款车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不仅能够日常的商务 还能够露营升顶耍裤 那下面就让我们去车外看一下 这款车的车长 5米79 车宽2米 车高2米14 能下2米2的地库 也不用担心通行的 线高和线宽 日常的通勤 还是假期旅行 它都能够胜任 那它与我们常见的 福特T6有所不同 首先是车长 这款车的车长 是5米79 足足长了45公分 在房车里面 40多公分可是太重要了 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得到 长度为2米的床呢 那第二个不同呢 就是壳体采用的材质 后方整体开模定制车身 采用的是T型房车 同款三明治复合材料 保温 隔音 降噪能力 都相当在线 采用的是纯白色的车身 搭配橙灰色 流线型拉花 流畅又不适设计感 最上方呢 设置了房车专用的 遮阳棚 户外必备 最大规格 3米乘以2米5 不用额外的准备天幕 四路监控的探头呢 安装在了这里 视野盲区更小一些 能够进一步观察 周围的情况 下方为侧拉门的固定踏板 上下车更加的方便一些 这款车是标配了2600瓦的逆变器 400安时的锂电池 90升的净水箱和40升的灰水箱 如果您想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一个平衡 那它无疑是最佳的答案